各位觀眾 你們猜得到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是誰嗎? 俗話說得好 籃球沒有終點 故事總有起點 那我表情沒有這樣 表情有點猥褻啊 沒關係 騙士專門剪掉 專門剪掉 好我們 趕身換一下我們的酷奇大大來我們的節目吧 哈囉哈囉哈囉 我是酷奇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了啦 我首先第一題先問你一下 最近啊網路上都在盛傳啊 說你是泳池哥的腦粉 有沒有這件事情 你要不要跟觀眾解釋一下 為什麼您一直都在 瞎挺我們的Joren Ho 嚴格來說我不算是瞎挺 他表現不好的地方 我確實都有拿出來講 但我會一直想要提出來講說 其實他沒有大家口中那麼不堪 那麼的不好 其實現在普遍很多對他的評價都是 但是我是覺得不太公平啦 單純講他們最愛講的合約這個部分 依照去年休賽季的實控背景下 勇士確實是該提前續約他 那至於 價碼 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貴 溢價之類的 不能以結果論說 今年表現沒有大家符合期待 就質疑 前一年休賽季的操作 勇士管理層不能預測未來嗎 那依照 就算破在第三個球季的表現 他確實是值得這一張合約啊 而且他也不是大家一直說什麼 4年1.4億 他其實扣掉一些有的沒有的 其實4年也才1.23億吧 好 既然你都開這一槍了啦 那我來問一下嘛 首先你要強調的是說 在那個時空背景下 以那樣子的價碼去續約他是絕對沒問題 那我想問的是啦 時間來到第四年 對比他第四年的表現 跟他第三年的表現 你覺得Jordan Poe有沒有退步 以比賽內容來說是退步的 但是他今年的任務 跟去年的任務其實比較不一樣 因為去年他其實還是以 無球可能60持球30到40 那今年可能是持球70 可能無球才30左右 他其實他去年在上半季會打的 比前兩年還要好 是因為他都跟Juan Green在搭配 所以Juan Green可以說是把他帶得很好 但是一直到下半季 Steven Curry受傷之後 他是不是頂上 Curry的先發位置 他那段期間表現就更好 勇士應該看到就是他下半季 補上 Curry的那個位置的表現 他覺得他其實真的可以扛說 Curry不在場的時候的這個時間 其實他今年的定位就有點像 去年下半球季那個時候的定位 但是當他真正拿到這個定位的時候 卻腳步出上賽季後半段的那時候的表現 那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Juan Paul就是不適合當一個持球手勒 是不是他的定位要做調整呢 讓他做他擅長的事 還是你覺得這個東西就是需要時間去磨練 一定要去練的 現在勇士做的就是讓他去練 那你要說現在馬上跟他說 喔你第一年不行 那我們之後就不要再嘗試了 我就把你教一調 這邏輯不太對吧 你至少練到真的第二年第三年 真的還是很不行的話 我們再來談後續的操作 應該沒有球隊這麼沒有耐心吧 欸難說 我知道啊 勇士這部分你比我熟啊對不對 我比較熟的是湖人嘛 那你怎麼看 你從一個你的角度來看 你怎麼看 我是認為他的天花板感覺就是戴板凳 一個奪冠陣容的球隊來說的話 我覺得Juan Paul就是適合當一個戴板凳的球員 你要他跟先發配 其實就是會有點尷尬 這個東西我是認為 可能稍微有點超出他的能力範圍 或者是說他的天花板 他就適合那種off the bench 然後場均給你20分 你需要板凳進攻火力 他就來一波 但是你要他去帶領整支球隊 或是你要他去控場 你要他去持球 我是覺得可能有點要求太多了啦 但是這個問題又回到說 他的合約的問題 當你合約拿這麼大的時候 大家對你的那個期望 會瞬間拉高嗎 那之前 對不對 Jordan Paul領的那個薪水 他當然怎麼打 大家都是捧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隨著你的 領的薪水 大家對你的期待就是不同 大家對你的評價也會不同 我是站在比較不看好 能夠練起來的這個角色 我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會這麼挺Jordan Paul 其實當其他 像追邦鬼影以前 或者是Steve Kerr以前 被泳迷砲轟的時候 我也是都站出來挺啊 我並沒有 直挺Jordan Paul 或者是就是他的腦粉之類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公平的評價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跳出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今天 請你來這個頻道的真正的原因 那就是 季後賽的對戰預測 針對勇士對國王的部分 首先有哪一些是你看比賽的重點 然後最後就是一句話啦 到底勇士會贏還是國王會贏嗎 直接說結論 我覺得勇士4比2 勇士4比2 OK的 好 我們要聽的就是這個 剛好我也認為 胡人會4比2揮熊 如果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第二輪會遇到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勇士在第二輪輸給胡人的話 我們到時候是不是還可以 來下一個賭注 例行賽這邊 你贏了嘛 那如果季後賽我贏了 我是不是可以撈到一些東西 可以啊 可是我沒什麼信心 勇士可以贏胡人 在那邊裝謙虛 例行賽你就敢賭啊 現在又在那 例行賽那個時候 誰知道 爵士虧郎送大禮包 欸我家龜龜 我一直都相信他有價值的好不好 你看 開季之後打到季中 是不是大家都看到龜龜的價值了 可是爵士把他裁掉了 爵士把他裁掉 是因為爵士想說 劉龜龜在這邊的話 爵士就會穩穩的競技優賽 他們想要拼籤 你看快艇拿到他 現在是不是西區第五 俗話說得好 得規則得天下 這句話你聽過吧 沒有聽過 我們講回重點啦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說 國王這邊有什麼看點 勇士這邊有什麼看點 那為什麼 你認為會是二的 大家都知道今年 國王的優勢就是進攻嘛 那他們防守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覺得 這個系列賽的關鍵就在於 誰能守住對方 那我覺得 國王守不住勇士 除非勇士自己在亂搞 失誤 三分球打鐵 外線打鐵之類的 不然我覺得 依照國王的外線防守球員 或者是內線 他們都不是那種 以防守著名的球員 除了那個 Mietcher之外嘛 但是Mietcher他 進攻短板不行嘛 所以 他們沒有那種 普遍說 喔他就是大手等級的 他可以守住 Steven Curry 他可以守住 勇士有 Wiggins Payton Kominga 這些防守 算得上優秀的球員 比起國王 勇士更有本錢 去守住對方 聽管你講的這些 我有兩個問題 你剛剛提到 Andrew Wiggins 跟 Kerry Payton 他們的狀態可以嗎 Andrew Wiggins 地形賽都沒有打 直接季歐賽 這種強度直接上 你覺得他能夠影響到這個戰局 現在還是個謎啦 但是Payton 跟Kominga可以啊 國王他們有兩種 進攻形態 先發先不談 那他們可能在 單速節後半段 會讓Fox下去休息 這時候就會有 Sabonis去在高尾 讓Hurter Monk 這些射手 去打 手遞手 去Cash and Shoot 那關於這個的部分 是勇士比較弱的 因為他們繞眼戶很爛 但是 我覺得在Payton 回歸後 會有好一點 那第二個進攻形態就是 雙速節的前半段 就是會有 Sabonis下去休息 由Fox上來帶隊 這個部分是勇士 我覺得可以守住 國王的點 好 那接著我就要問你 第二個問題啦 勇士今年客場打得那麼爛 國王在這個系列賽 是擁有主場優勢的喔 你確定勇士在客場 可以發揮得出來嗎 我覺得例行賽 跟街球賽是不同戰場 你一個球都要最多打7場 所以 我覺得勇士是厲害在他們 對於 整個 比賽的 佈置 雖然這個可能跟以前 Mike Brown在當 首席助理教練有點關係 但是我覺得 他們整個教練團 還是非常有經驗 跟球員也都是非常有經驗 所以在這種打7場的 氣候賽 我覺得勇士 客場這個劣勢 可以再縮小一點 我不知道是否有錯覺啊 就是我覺得勇士在客場 裁判會 哨音尺度會比較緊 就是說 有一點碰撞就吹哨 不管是對方對勇士 還是勇士對對方 我覺得都有一種這種感覺 你說到這個 這部分我百分之兩萬同意你啊 酷奇 大家都知道嘛 老詹那一球 是不是 在賽爾迪克的客場 是怎麼被黑掉的 我的賭注輸了嘛 所以我感同身受啊 你講到這個就對了嘛 對不對 對 但我們還是要尊重 裁判是比賽的一部分 欸欸欸 該有的尊重還是要給啦 對不對 那 我現在非常希望就是 我們的賭注能夠成真 古人晉級第二輪 然後勇士晉級第二輪 欸到時候 欸這個就有戲了 這個就有戲了 那你要說什麼 我們到時候再來決定嘛 因為現在 八字都還沒有一撇 我們等到那個時候 我們再來隨一播節目 這不是很好嗎 又有流量 又可以來個X對不對 但是你的頭像 等一下我們下播的時候 來討論一下 因為再不換 我怕到時候勇士被淘汰了 來不及換你知道嗎 沒有你又不是換勇士的logo 你是換我的logo 跟勇士沒有什麼關係 對啊 可是你的頻道的調性 就是跟勇士是一起的嘛對不對 站在勇士的立場 我換個logo 然後勇士沒了 對不對 那也很尬嘛 然後我們都來聊一些其他的球隊 對不對 你也知道 季後賽就是 誰現在贏球 就要聊誰嘛 是不是 那今天 非常感謝酷奇來這邊 上我們的節目 幫我們澄清一些問題 以及跟各位分享他對季後賽的預測 那大家同不同意 勇士會以4比2戰勝國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告一段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